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种缩量的反弹又意味着什么呢 之前有两根连续的阳线它也没有放量 但是呢昨天的反暴它也没有放量 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呢从昨天反暴阴线当中 我们昨天开始已经讲过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向上打得多头 其实呢它的底气并不那么足 也就是上方的3300到3330那一代 也就是当时死守的3300啊 我就不破就不破 连续这么一多礼拜 然后终于破了 在那里交换了很多的筹码 你要想再上 你必须把那些筹码你给我交换过来 也就是你把那几套把你接过来 然后再继续上打 很明显这个连续两天的反弹 这部分多头呢 不情愿完全接过你的筹码 所以反弹到那个位置 我先选择干嘛 退出 遇阻回落 遇强我则退啊 那么选择了退出 那么昨天跌下来了 但是跌下来呢 它也没有放量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并没有新的多头 来加入往下跌的这个阵营当中 也就是昨天跌了 那基本上是霍利盘 我就出来了 造成的 并没有一些新的空调主力加入 另外昨天往下跌 主跌的是谁 上证五零啊 上证五零我们再看一看 它连跌了七天以后 终于出现了波段性的反弹 但这波段呢很窄 就是反弹的力度呢并不大 你如果说连跌七天以后 各项指标什么全超卖了 在这时候你如果是不是 以一种空间的方式来反弹 也就是没有打出空间来 反弹的力度并不大 那么时间你就得满足 时间怎么满足 横盘呗 横了阵呗 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呗 既然如此呢 昨天往下打的是谁 是五零 你还没有完全修复完了 这个超卖的这种状况了 你再继续破位向下吗 难度比较大 因此呢 昨天五零虽然是向上打 它连续下杀的能量 其实也不是那么足 那么说完主板的 你再看小板 就创业版那边 人家昨天回来了 反包没错回来了 五日线十日线 还在底下呆着呢 没破坏呀 今天你看又是踩到五日线 收盘又回去了 虽然说二十日线 没有这么确确定定的站上 但是毕竟五日线十日线 我都踩在脚下 这是创业版那边 我不管你有量没量 至少我整体的 像上攻的形态 没被破坏 你要说二十天线嘛 那么毕竟我现在 刚经过这么一拨两拨的反弹 你玩并往下走的 这个二十天线 我一下又站上吗 那勉为其难嘛 我经过一番震荡以后 二十天线往下打的 这种速率慢慢缓了 我在站上也不迟啊 因此创业版那边 以创业版为首的小盘骨 这边没问题 关键是这主板 今天这根缩量的反弹 您说坏了 前两天 前几次啊 就是连续两天的缩量反弹 后边都不行 都得回来了 今天这一千四百多亿 这种地量的反弹 看来高度也高不上哪去 古不其然就是应该是如此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上方我们讲过 三千三到三千三百三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另外再往上是三千三百五 那一段的压力更强 也就是说你要想往上涨 继续涨 你说上三千三没完 我三千三百三我也突破 三千三百五我至少去看看 行不行 行 但有个前提 你得放出量来 今天缩量涨没事 第一天没关系 再涨量得出来 如果明天还不能把量放出来 对不起 那还得回来 再次探底 再次探底 也就是你上方的压力 你没有拿量去换去 说白了 你就不拿钱 没拿钱结果来 你不套牢了吗 上司把你套上没关系 我出钱 你把你套牢给我 我接过来 那你那怎么花钱 那怎么样 放量 你如果不以这种方式 怎么办 时间来化解 就以时间来化解它 怎么样时间来化解 我就不上去 我就在这盘着 你看你的写套 我就不去你那 时间一长 慢慢的它就有什么 有这么止损 出来的 耗不起了 耗不起它出来了 你就慢慢的把上方的这种套牢盘的 我把它化解掉一部分 也就是说呢 你要是不以空间 就得以时间 反正两个你满足一个 两个都没有 你说就我缩量往上涨 这个不可能 所以说今天的缩量往上涨 其实呢 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坏事 大家把这个眼光往前再看一看 3016点大家记得吗 3016点起来的时候 你就看看 刚启动的时候 它就是没亮 刚起来是没亮 所以说一波反弹刚起来 头一两天 你说没亮这么不行 没关系 看后续 你量能不能跟上 看到关键的压力位了 你的量能不能出来 在底下没亮 没关系 你说我们说了 到3330 甚至3330以上 你还不出量 那别客气 您的短线获利盘 给它 它至少 别说下一创新低 它至少得拉回来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短期看盘的一个重点 那么如果说单纯从K线上看 单纯从指标上看 确实它还有上涨的这种惯性 也就是明天至少 还有向上去攻击 3320 3330 这个能力 那么说到这个操作上了 你看现在今天又是什么 普涨 2000多家上涨 几百家下跌 跟昨天跟前天一样 前天是普涨 昨天是普涨 今天呢 又是一个普涨 始终你看不到 什么是主打 你这边吧 你说这个航空 今天起来了 是吧 然后酿酒啊 家电 这些白码 继续向上涨 然后吧 这边这个什么5G啊 还是这个大数据吧 还是什么软件呢 也都不错 芯片啊 也都不错 到底哪头是一个重点呢 我们操作上应该以谁为重呢 如果是说看空间不大的反弹来说 我们刚才说最低3250 3250 对吧 最高你现在 我现在 我短期我就先看到3330 到3350 就算你看到3350 不过从底下上了100点 那么在如此狭窄的这种空间里边 还是去腾挪 那你要想获利 短线获利的话 确实你的大的还是比得过小的 小的你如果做短线的话 它可能弹性更大 获利呢 恐怕更方便一点 大的呢 它毕竟它有一个过程 有跌在盘 牛盘在涨 特别刚涨之后 涨的一体比较慢 它有个过程 所以说呢 近期如果是操作的话 如果说短线操作的话 还是以小的为主 当然了 这只近期这一段时间来讲 如果说从长的来看 确实大的趋势下 大的还是在上升趋势里边 这个小盘股呢 以中正1000为例 依然大的下降趋势 现在没有完全的扭转 所以说短期 你先做一步小的 然后呢 大的如果跌下来 你可以做一个中线 或者长线的考虑 我到底考虑哪些板块来去布局 那个呢 我们接下来呢 我会跟嘉宾再聊这事 所以说短期呢 我觉得至少是小的 还会有向上冲的空间 您还有短线的操作机会 那么我们的嘉宾 今天到场 嘉宾是不是也是一观点 他们对于目前的行情 自己又是如何去把握 他的关注重点 或者说操作的标的又在哪里呢 我们一会儿呢 跟嘉宾呢 仔细来探讨这事 在此之前呢 我们还是进了短片 看一看编辑跟我们汇总的 消息面的变化 今日市场震荡走强 护制早盘窄幅盘整 午后震荡走强 尾盘发力拉升 收涨0.68% 中小板指同样震荡上行 多数时间维持盘整走势 尾盘向上拉升 上涨0.75% 宏观方面 本周全球十多家央行 将召开议席会议 其中以美联储 欧央行和英国央行 最受关注 分析人士称 随着美联储开启 紧缩的货币周期 明年全球流动性 将以偏近为主 市场方面 随着市场的连续下跌 不少公司开始通过 终止减持进行自救 11月以来 已有23家公司 发布终止减持公告 更有一些上市公司 向员工发出增值倡议书 以提振公司股价 行业方面 2017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大会 将于明日在重庆举办 业内预计 2017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 将达到62.8亿美元 连续五年 成为全球第一大应用市场 好 欢迎回来 首先介绍一下 今天到场的嘉宾 从右载去 薛光明 周小刚 以及市场观察人孙杨 欢迎三位 今天我们看到 应该是1400多亿 应该是一段时间来的地量 但是这地量不是跌出来的 是涨出来的 对于这一点 很多人恐怕比较担心 是这样子的吗 我觉得不是 不用太担心了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 到达3250点之后的地量 我觉得总体告诉 给我的一个信号是 向下的 即使后面向下的空间 应该是不大的 那么因为目前这个地量 和我们3016那个时候的地量 已经是相差五五几了 那么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是 首先一个我确定的观点是 向下空间不大 那么另外一个呢 从这个这两天的一个盘面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整个的就是在下方的 从3250到3320这个弹性开始加大 那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调仓 换股的一个过程 那么毕竟来说 如果说涨得太高的话 从高位去接筹码 这个一般可能性不大 它需要在一个相提当中 去来回的这个大涨大跌 那么比如像昨天这样的大跌 然后导致这个很多资金 可能暂时会把筹码交出来 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完成一个调仓换股的一个动作 广敏这意思 就是说自从探低这3254以来 震幅比较大 对 要不就长下影线 刚涨完就回来 是不是 但是量度很小 它是这个大资金在里面呢 去调仓换股的造成 对对对 所以目前的话 应该还是维持在这个 我认为是70点的一个箱体当中 是震荡的概率比较大 那么在震荡完之后呢 我谈一下这个中期观点 中期观点的话 我是认为在这个位置 有可能是去 即使往下的话 是有个挖坑的动作 那么如果说 在这个位置一直横盘 横到上方的20天和30天均线 下移之后 那么可能选择一个向上突破 那么如果说我们判断 如果后面是一个挖坑动作的 大概的点位 怎么判断呢 我个人是觉得 应该是从浪行上 可以大致地这样划分一下 那么上一波呢 是从3450 跌到了3350点一带 那么反弹了 就跌了100点 反弹了这个80点 那么第二波呢 是从3430 跌到了3250点 那么跌了大概200点左右 那么反弹了70点 那么这一波呢 就是从33 就是后面如果是出现挖坑动作的话 那我个人判断是从3320 那么极限是跌到3220点 那么离这个3250点的这个位置呢 其实区别不大 也就30点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 如果说目前的话 应该是 还是保持一定仓位 那么如果说在挖坑的话 第一浪你跌了100点 然后你反弹了 然后第三浪可能延伸了 走200点 走是一浪两倍 那一样这样呢 这个五浪就跟一浪一般长了 是吧 一样 也100点 100点呢 现在你是3230是吧 你往下不过是3220 那么跟3250的点位也不是最大 那么通过这个量能来判断的话 即使后面有一个沙跌 那么量会放出来 但是量放出来之后的两天 基本上还是回到一个地量水平 所以说我个人判断 是已经进入一个地量区域的 那就是说 你这样说 就是一个中线的一个考量 那如果说短期呢 比如今天都是周三了 后面这本周还有两天 那这两天你说 是从现在开始掉头往下 因为我刚才听你的意思啊 因为你这对五浪 你从3320点算 也就是说呢 是前天的高点算 对 也就意味着 今天这反弹阳线以后呢 再突破那个高点的概率 这可能性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因为现在如果说突破了之后 就等于是3250到3330的 这个波段的反弹还没结束 那么可能是从3330开始算的话 那么也就是3230 那么跟3250比更近了一步 他要走到3350呢 那回来就做双底了 对对对 我总体判断就是3250的这个低点 应该是是一个次低点 甚至也可能是一个最低点 那么这是从这个角度 那么另外呢 我带了一个图是平均股价的日线图 那么我是整个的 就是一个判断是这样的 因为从当时2015年的下跌来说 我们看一下啊 整个的下跌波段 2015年是跌了两波下跌 那么当中的反弹呢 基本上是一个月和三个月 有一波波段性的反弹 那么到2016年呢 其实只有一波是比较 跌幅比较大的 就是在1月份到1月底的 这个时间段 那么后面呢 是走了一个 一年的一个反弹行情 那么当中呢 我用蓝色的地方画了一个 就是在16年当中 有一个小级别的波段性的下跌 那么我们看17年 17年的话 其实从3月份到7月份 它这个波段的下跌是比较大的 那么在这个波段比较大的下跌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到后面的反弹周期 是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 对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 就是我们还处在17年的阶段 那我个人认为 如果从小级别来判断的话 就是说 现在的目前已经 点位已经基本上差不多了 就是跟前面的16年的两波 小级别的下跌是一样的 因为我认为在同一年当中 不会有 同样的两波大级别的下跌 这是一个角度 那么我们假设 就是退一万步讲 就是说后面可能在17年 还是延续一个大跌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已经12月13号了 对吧 那么后面也就十几天时间 那么如果说出现一个下跌 就跨年度下跌 对 就不是跨年度下跌 就是说还有十几天 如果是延续这样一个下跌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 后面18年的反弹的行情 那么至少在 我认为至少在两个月 到三个月的反弹周期以上 那么也就是说 你即使在目前这个位置往下买的话 也在18年的一季度 能够解放再加上获利的 对 也就是说这是平均股价的 对 平均股价更多是 反映了整个市场的一个平均 应该说 如果从大小来去划分 应该更多的反映是小的 对 因为小的多 对不对 大的是盘子大 但是家数少 对 那么整体的话 这样我说的意思 就是整体的话 应该是能够获利的 不存在说这个什么局部的一个结构性的 就小局部的行情的可能性比较小 嗯 好了 小刚 这个光敏呢 对于后边的市呢 就是短期看还是反弹 反弹以后可能有坑 但是这坑呢 他认为是黄金坑 嗯 我的观点跟光敏应该说是差不多 我认为那个护制的反弹点位 上方压力位在3330点 嗯 如果有机会过了3330点的话 那那么后一道压力位就是在六十均线 嗯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应该说护制的六十均线自三千零十六点 就是从三千零十六点 再重新站上在六十均线以后呢 社群六十均线 它一直在往上走 但是这次往下降了 对 我认为就是它第一次触及到六十均线 它肯定还会往下走 如果最强的话 那么它会在本次的底部 就构筑一个日线上的双顶 如果比较差的形态的话呢 就像光敏说的啊 它再往下挖坑 那我挖坑的点位呢 我个人推算下来是在 三千两百点至三千两百十点 大概在这个十点左右 你刚刚每一看到稍低一点 对 越微低了一点点 因为我是这样测算的 嗯 当时我说过一个箱体 就是3330点到3460点 那么最后实际的点位是到了3450点 对 那么如果这一百二十点的箱体 往下减下去的话 那么正好是三千两百二十点 嗯 到三千对 三千两百二十点 对吧 那么我测算下来 大概是在三千两百点 到三千两百十点的概率 比较大一点 如果我不换 但是我从实际上看 我认为 如果一月份没有什么 相对基本面 没有 没有什么一些利空的消息的话 我个人认为 就是 做日性上 做商品的概率 也是存在的 我刚才说 要看这次反弹的高度 它如果能够这次反弹 就是护制 我这里强调的都是护制 护制了 如果这次它的反弹 能够触及六十一军行的话 那我 六十天线现在在 三千三百六十 六十七点 三千三百六十 它是往下走 但是它是每天在往下走 而且它这里 直接因为今天是说样的 我预计明天还会说量 我个人认为假 明天还会说量 包括星期五也是说量 所以它这里直接去打 就直接往上 就是触及三千三百六十点 我认为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它肯定是 等六十一军行往下走 走了以后 它触及六十一线 碰一碰在往下 您的意思就是 早上早上我再跌一下 早上早上我再跌一下 慢慢的六十一线下来了 对对对 关键看嘛 因为明天早上 美联储会公布一个 议席会议的精神 就是现在市场的一级预期 就是2018年 美联储的加息的次数 大概是在两次或者三次 那么如果是三次的话 可能会对市场的心里面 还会造成一定的劳动因素 但是从今天 就是我们A股收盘以后的 恒生国际指数的表现来看 还是相对走得比较强 恒生国际指数还是走得比较强 我认为这还是对护子带来助理 那我个人的观点 对2018年的观点 我没有变 那上次应该说 跌得比较厉害的时候 我当时来做节目 我就说了 我认为3450点 不是我们护制比较的一个终点 在2018年 具体哪个时段 我没办法去推测 但是我认为到了2018年 3450点还会占过去 因为我个人认为 我们的比较没有接受 这是有很多推倒的因素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办法说 来不及 那么从小盘股 我还是想中正1000指数 那么中正1000指数 确实上方有一个压力位 就是上次我提出的 就是7230点 这次我修正了一下 上次提出是7320点 这是我加了几点 就7230点到7330点 这里应该说是中间1000指数的 一个压力位 那我个人认为 我认为这次的反弹 是没办法就是 冲过这个压力位的 然后没办法冲过压力位以后 在最容易破前提的 我倒不是认为是护制 我认为还是中间1000指数 因为从大量的 个股的表现来看 这次虽然上周三以南的 就是指数反弹了 但是从大量的个股来说 我认为很明显 因为第一个是成交量缩小了 而且在成交量缩小的情况下 实际上这部分 就缩小的成交量 它是因为为什么缩小 这就几个因素 第一个 在12月22号之前 整体市场的资金面 还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这个市场资金 也没办法放量 第二个 因为这次的反弹 它的表现还是极其结构性 大量的八类个股的反弹 实际上还是很弱很弱的 那么像今天很明显 资金又重新去汇到了 以漂亮武林 就是所谓的 行业龙头为首的这批股票 尤其表现在家电 白酒 就是这层股票里面 你看它这股价 又重新收复了20均险 在收盘界也占上20均险 那么这些股票很有可能 而且今天家电板块里面 有一家公司 它已经冲破了钱高 那我认为很有可能 就是在这两个板块里面 有些优秀的公司 它还会冲击前期的双点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它比大量的 八类个股已经走得远远强 因为大量的八类个股 近一个月的股价的跌幅 是20% 关键是现在这20% 它下跌好以后 它现在还是在下面 很弱的 很弱的股价在横向地走 并不是说这样违行的反弹 所以我认为最容易破前低的 我个人认为还是中金一千指数 还是中金一千 对 那么创业办指数 我要谈一谈这个观点 创业办指数 大家觉得好像近段 但好像表现比较好 实际上还是有资金关照了 影响创业办指数的全中国 所以我认为现在创业办指数 既不能代表 我个人观点 既不能代表 新兴产业的板块的表现 也不能代表大量 就是中小市值公司的表现 我认为现在已经 它个人被一些影响 创业办指数的全中国绑架了 所以我自己在个人的操作当中 实际上我现在已经 基本上不看创业办指数 那么仅仅从指数上看 创业办指数我认为 因为现在创业办指数 就从1927点 刘军宇反复问我 对吧 我一直说结束了 结束了结束了 对吧 后面他日线上冲了几次 很多人都认为 这次可以到2030点 对吧 那么我个人判断是这样 从1927点以来的 周线上的调整 A浪肯定是结束了 那么他现在在周线上 是走了一个 鼻浪的反弹 那么我认为 就个人认为鼻浪的反弹 我认为可能就在下周 如果再走得远一点的话 走五周 但是我个人认为 是下周结束的概率比较大 这高点可能是在 创业办指数的实数线 那么为什么 我会得出这样的判断 因为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只有影响 创业办指数的 全中国的表现 它是没办法聚焦能力气的 所以你看经济段 虽然我们好像表现在 就是上阵50 你刚才说的 经济段表现比较差 但是为什么 上阵50表现比较差的时候 你的新兴产业 或者创业板 没办法表现 很明显 你很多板块 我打个比方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以芯片 武器 能工智能 为代表的这些板块 你整个的板块指数 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 我说处在一个相对高位 部分质量资金 它并不愿意在这个高位 它如果着远于2018年 你整个行业 会有比较好的发展 它也不愿意 在这样一个位置之境去 对吧 然后在里面的资金 它又不愿意 把它这个股价 可以放下来 它因为它现在讲句不好听 它也找不到对手盘 尤其5G和芯片板块当中 我一直要强调 这个板块当中 大量的公司 实际上是良由不齐的 它仅仅是贴了一个5G 或者那个人工智能 或者这个概念 对 如果我可以很 我个人可以很 很这样说 大量的公司 实际上在未来的行业 大方向当中 它得到的利润的 净利润增长表现 一定是很慢很慢的 在2018年的中报 它就会得到体现 所以我认为 就是大家看到 就是进阶段时间 到50走得落的时候 创业板你的量 也没放出来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 创业板指数 它到十周线 它很可能就是 周线上反弹三周 高点在十周线 这是我个人观点 也就是对小票 依然是比较谨慎 对 接下来老孙 他们俩的观点 都亮明了 总体来讲 差不多 就是说 你现在空间 现在空间 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 就是说 从这个周线来看 本周是第五周 第五周呢 从今天这个阳线来看 这个阳线 应该说 短期内呢 在日线上 阳线多 阴线少 也就是说 至少在这个位置 还是在一个反弹的阶段 但是在没有站上 五周均线之前 我们先按反弹对待 那如果说本周 说明后天 连续拉 假如啊 它出现了 连续的大阳线 站上五周线了 那就另当别落了 这个时候 你要在周线里面 就要看反转 所以在没有站上 五周均线之前 这个时候 日线来讲 先按反弹对待 我估计现在 没有人看反转 特别是你 涨没涨多高 然后还是这么点量 现在是这样 正是因为有这个量 其实有很多股市的最大特点 就是出乎意料 对吧 也许就是和大部分人的想法相反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在做的时候 要做少量数准备 第一 我们先看反弹 那一旦它反弹 反弹反弹它不是反弹了 移动 比如拉出两个大阳线出来了 那完全不是反弹的节奏了 假如在这个时候 你也要做好应对 也就是现在是调整了五周 五周呢 我们就仅盯着这五周均线 你尤其是看周线收盘价 比如到了周五收盘 你看收盘价是在五周线上面没有 如果还在五周线下面 假如它是无论是阳线还是阴线 我们都先按照下跌中心对待 那么但是我感觉呢 它的极限位极限的时间就是三周 也就是说本周是五周嘛 再过三周以后 那么到那个时间段 明年年初啊 对 那个时间段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变盘的一个时间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在未来的某一周 它站上五周均线 我觉得你就应该进场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 它可能是一个反转型的行情 要变盘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 当然现在的这种状态 还不能直接看 我听懂老孙的意思呢 很有可能 它接下来呢 是一个反转行情 对 但是现在呢 我没有证据来证明你 是吧 对 所以在这一段先看反弹 也就是说 其实行情经常是出乎意料 就是大部分人的想法相反 大部分人认为都是反弹 也许就不是反弹 所以说呢 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第二一个呢 就是说 对于这个创业本来 创业本来讲 创业本这次走的也比较强 而且是率先站上五周均线 当然五周均线 它也没站上 那么从创业本的走势情况来看 创业本的这个二次探底 我判断可能已经 逐渐的进入结束状态了 所以创业本也是这样来判断 站上五周均线 如果它本周就站上了五周均线 那么创业本就有可能率先的 进入一个它的这个上涨阶段了 所以我对创业本并不看空 我对创业板跟主板来讲 总体来讲呢 在这个附近 现在空间也并不是很大 但是一旦收盘站上五周均线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能一个新的声势 可能就要开始了 好的 和小刚还是有点分歧 对 我们再讲 听完现场嘉宾的观点之后呢 我们再联系场外 听场外嘉宾 是怎样开的今天这个低量反弹 我认为呢 最近短线的赚钱效应呢 对于普通股民来说 依然不是很高 但是中线来说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择股和潜伏的机会 如果说你想做短线呢 我想教你一招 教你一招我们常用的战法 就从今年以来呢 整个市场中的主导资金 已经从油资 换成了机构投资者 所以今年呢 我们发明了一招战法 就是从每天成交额最高的前40位中 选择底部突破的热门题材股 然后选择这种股票呢 我们会在排面情绪比较好的时候 分低吸纳这种股票 经过我们的那个数据分析呢 这种操作方法呢 它对交易的难度很低 就普通股民也可以买 因为它成交额非常大嘛 容易买也容易卖 同时呢 它的赚钱效应也非常高 这招呢 我推荐大家试一试 比如说 我之前一直推荐的半导体和创新药 这两类股票呢 如果说你能在成交额前40位的股票中 你选到合适的标题 你可以把它纳入股值 用这个战法呢 你可以去做做看 好 谢谢大家 好 欢迎回来 那接下来谈到操作呢 首先光编啊 你其实觉得后边 可能有个短线反弹 然后再有个挖坑 那从操作上又该如何去应对呢 我目前呢 我自己个人的操作是 总共是半舱左右 半舱左右的话 那么因为现在并没有站上一个上升趋势线 那我个人觉得在目前的话 半舱比较合适 那么如果说后面有个挖坑的话呢 我肯定是重舱甚至满舱的 那么到这个 如果说那个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觉得站上趋势线再加上操作也来得及 那么总体呢 我觉得从我配置方面的话 基本上是低估值品种为主 那么包括医药啊 这个文化传媒之类的 那么这些 就是看目前后面的这个坑有多深吧 坑深的话呢 我就是肠位就更重一点 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太大的坑 那么就是缓步的加长 这样一个动作 也就是两个原则 要不然呢 你就给我走好了 出现右侧的这种信号 对 要不然你对坑地挖再深一点 对吧 你再便宜一点 否则的话呢 我就还是按照这种半仓滚动操作 这种方法来去应对 接下来小刚呢 我是这样的 就是我是跟广美又有点区别 我认为现在就是 如果你的整体的 就是投资者的整体的资金账户的资金量 比较小的话 我倒建议还是继续控仓 我个人建议还是继续控仓 因为你资金量太小的话 如果你打个比方 你比如说20万资金 你配了哪怕配了三四万的 就是20%的仓位 在两个市场一封 实际上你中心股的概率 在目前的就是心股中签率 这么低的情况也是很低的 那还不如控仓 你纯粹是为了打新而配的话 我认为还是控仓比较好 根据不同资金量 如果你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话 那么现在可以配一点几仓 主要实际上还是用于打新 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 我说了嘛 那户子最强的话 它日性上会做一个双顶 如果相对落的话 我确实同意广民的贯谈 它在年底之前 或者在明年年初 它还会有个新低 这个时候你再去买 那么关键有一个问题 就是今年2017年 整个一年没有摆出过 所以往往户子 虽然跌幅不大了 户子只有可能就是下去再跌 比如说跌个80点或者70点 但是很多个股 又往往又跌得稀里滑了 对吧 这是从3450点户子跌下来 大家都感受到了对吧 所以我个人来问的就是 相对于你资金量比较大的 尤其你如果爱买一些 就是小盘股的话 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 最好再耐心等一下 那么第二点呢 我还是会重点关注 一个银行板块指数 因为从今年的 整体的一些指数的表现看 我今天用时间来不及了嘛 我说一下 实际上跟上证50 板块指数里面 跟上证50一年的表现 年涨幅最相近的 实际上还是银行板块 因为今年上证50 是涨了25.63% 截至到今天售盘 那么银行板块 是涨了23.37% 券商是跌了5.30% 那么我继续强调一下 我不管投资者 开心不开心 我还是讲一下 我2018年 继续不看好券商板块 如果我认为 2018年上证50 会继续有表现的话 我是个人认为 还是由银行板块 去推动整个 上证50的涨幅 那么如果银行板块的话 那么现在明显银行板块 它现在短期内 处在一个相对不利的位置 因为它现在 在20均线之下 包括它现在 我认为 各种认为 是银行板块 处在一个周线级别的 调整当中 它因为它周线出现了一个 周线技术指标的顶背离 那么我关注就是 你至少 你日线上要重新站回 20均线 那么也意味着 互质的调整 很有可能就结束了 这是第二个观点 就关注银行板块 指数的表现 能否收获20均线 那么第三个观点 我个人认为 在年底之前 现在因为已经 12月13号了 没几个交易的 我认为实际上 以漂亮50 我这个漂亮50 不是指上升50指数 我一定要强调 是指了那些行业龙头 今年涨幅很大的行业龙头 我认为在年底之前 它的高度实际上 是非常有限 这是我个人观点 就是本来就不低了 然后回吐一下再回去 对 我刚才说了 只有极个别 极其优秀的公司 对2011 极客投资者 对他们2018年 它的业绩增长的 就是增幅非常大 至少不比2017年 比如说2017年 增长50% 2018年 它至少还有45% 这样公司 才有机会去做双头 老孙 接下来小刚的意思呢 这个 你那些大白马 是吧 就是所谓那个50吧 对 是吧 好的能做双头 言外之意呢 不好的 肯定前面的高够不着 对 是吧 那就要这样呢 那指数 那靠谁推上去呢 可能行 得明年 得银行 所以说二问 其实你们发现吧 中线相对来讲 就偏中线一点 对 还是偏空一点 对 就认为还得往往下 你别说那坑挖多深吧 对 还得挖 这点好像跟老孙的这个观点 差距比较大 对对 因此在操作上 是不是也是 特别不一样 首先小刚刚呢 谈到这个银行 他比较看好银行 当然我也比较看好 对吧 你也总是低适应率嘛 对吧 但是他还 他不太看好券商 但是我跟他观点不太一样 我认为呢 他部分券商 尤其是大券商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这点跟他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比较关注什么呀 就是说这个 前期的这些白马股 我认为 回党以后 还会创新高 还会有机会 这点跟他不一样 这点跟他不一样 就是这个白马股 我认为通过今年的一年 他认为就已经做头了 我认为不是头 他可能明年 还有机会 当然是他可能要调整一下 然后再创新高 咱先不说零年 咱先说这礼拜 好吧 对 就从这个角度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比较看好的 中盘篮球 原先是大盘篮球 现在我认为 中盘篮球机会 就是过去的这个 什么二线篮球 包括中字头 也很长时间没动 就类似的这些 中盘的篮球 我认为机会 可能更大一点 对于小票来讲 我仍然对这些新兴的成长性的 比如说半导体 芯片 那么这方面呢 包括这个困带提速啊 类似的这些什么电子元器件呢 我认为这些股票 它可能机会呢 会更大一点 也就是近期资金表现比较集中的 集中的 这些板块 都在这些板块里 对吧 您看您刚才说的 基本上都是近期的热门板块 热门板块 对 就是说呢 既然是小票 也是资金扎堆 扎堆 那我干嘛 我也别令徐其境 我还是跟他们走 因为这里面呢 它这个里面 都有一条元器件的什么 都也是在涨价 所以它也是有涨价概念 也是这个业绩 特别近年底了 业绩 离那个年报越来越近了 对对对 大家都得 你炒短 那么也得想着点业绩 炒小的 你也得看业绩 不光是炒大的 炒小的也得看业绩 那么除了看业绩 那是不是图形也得看看 对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就是这个反包 这个阴线 反包阴线在60分钟里面 如何看这个短线的卖点 反包阴线 还得在60分钟 找这个卖点 是吧 这个应该是 对于短线操作来讲 应该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什么情况下 不行 这反弹结束 我得赶紧跑 不跑 反弹空间就不大 不跑回来可能就套上了 是不是 因此呢 这个还是要认真看 是吧 接下来呢 广告时候进入下一个板块 古时聊聊八 就请孙杨给我们带来 60分钟找卖点 好 欢迎回来 我们进入古时聊聊八 请孙杨给我们带来 反包阴线找卖点 好的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这个60分钟的反包阴线 大家看一下题板 反包阴线 那么在下跌趋势 出现了反弹以后 一旦出现了60分钟的阴线反包 那么在这个时候 需要先做卖出的处理 60分钟的阴线反包 可作为短线做T 卖出的依据 也就是说 你在低位 它阳线在低位反包以后 那么它出现了一个 短线的买点以后 然后到了高点 也就是60分钟 一旦出现了阴线反包 这个时候 你可以做T 60分钟呢 60分钟的阴线反包 那么它 你怎么知道它是阴线呢 你从哪可以 提前看出来呢 你可以从更短的周期里面 比如30分钟 或者更短的周期 5分钟 或者说在盘中呢 你也可以通过分尸图 来判断 它这个60分钟 是否能够出现 这个反包阴线 通过分尸 判断K线的这种走向 我们下面看一个案例 那么大家看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 其实就是一个上证指数的60分钟图 大家看到 在这个位置 它出现了一个阴线 阴线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弹以后 出现了阴线反包 那么这个阴线反包呢 它也跌破了60分钟的五线 那么一旦跌破 那么它就出现了一个 快速一个下跌 那么到了这个位置 又出现了一个阳线反包 其实这个位置是一个反弹点 其实这个位置是一个买点 买点到了这儿 你看 是不是又出现一个卖点呢 出现卖点以后 这个位置又是一个卖出的机会 到了下面这个位置也是 到最近 应该是昨天 它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向下的一个 这个 反包阴线 那么这个位置也是卖出 在前面呢 它这两个位置也是 所以说这个反包阴线呢 在这个60分钟里面 其实非常明显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个股的一个案例 那么在个股当中呢 其实我们说大盘和个股之间呢 它表现不太一样 你像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它是形成的就是一个一路的下跌 大家看到 它第一个出现阴线反包 是在这个位置 阴线反包以后 它开始横盘 横盘以后继续阴线反包 然后它反弹力度并不大 它横着走 再阴线反包 然后到这继续阴线反包 继续阴线反包 大家看到 这就是一个一路单边下跌的股票 所以大家看到 如果出现了这种 一路单边下跌的时候 其实这个几个位置 都是你重要的止损点 其实呢 这反包线呢 就是说阴线 把那个上一根阳线吃掉了 有的时候 全吃掉才叫真正反包 那叫全反包 其实呢 你吃掉一半就差不多了 就是前一根阳线实体 实体啊 不管上海阳线 就实体 后边这根阴线的实体 如果吞没了 谁啊 前面阳线实体的二分之一以上了 其实这就已经构成反包了 那么在60分钟出现这种情况下 就作为一个短线的卖出 特别是 您在日线啊 中线本身就处于下跌 下降这种节奏 这种股票 你做反弹 对吧 抄底反弹 发现60分钟这个 你赶紧得跑 不跑呢 不跑呢 日线就出了反包线了 是吧 那也就是说 做这个短线的时候 对于60分钟的K线 对于小的级别 这种分钟的K线 你还是要认真的来去把握的 好的 今天的股票聊大班呢 我们就到这里 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 微信连连看 好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微信连看 首先公布一下这个微信投票的结果 今天的问题呢 是这样的 年末A股是否会有一小波行情呢 说会的 这是45% 不会的呢 这是55% 那么也还有半个月 会不会有一只小波行情 通过今天的微信调查呢 45对55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不知道啊 对不对 一半对一半 大家说不清 确实目前的行情呢 你说不行吧 他眼睛往上慢慢反弹 刚一跌又弹起来了 你说行吧 他就是没亮 而且呢 不见高 因此呢 确实走得比较纠结 那么既然行情如此纠结 那我们做的时候 操作上 应该对上这行情的节奏 你说是不是 那么很多未有留言呢 我挑几条啊 山水乐于讲啊 互指夺回十日线 3300把心签 调仓换股 需勤勉 把握行情 跨好年 您更看好这跨年度的行情 是吧 这个石锦炎啊 讲啊 指数反仇高度有限 如果没有重大利好 大盘跌破3000点的概率很大 此外 美股将面临较大的调整 我觉得只有美股下调到 美股下调到位 A股才有可能做敌 这个刘忠才说呀 如果单以 今日早盘两个小时的量能 所计算出的全能 全天的量能来看的话呢 再结合前次探低的量能 形态上将形成变盘点 也许正因为看到这一点 有的最近下午开始进场了 所以呢 出现了上午跌时缩量 下午涨时呢 有点放量的情况 你看这个朋友看盘 还是很细的 另外呢 还有朋友呢 就是破3000的概率比较大 看出美股回调来了 这美股说实话 不是看它现在 我觉得该回调 我觉得从五年前 它就该回调 但是这五年 一直没闲着一直涨 但什么时候回调呢 这说不清 还有一个美国加息的事 这说实话呢 这个大洋笔案的事 咱不去考虑它 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这说不清 再一个呢 还有一点 就是加息的事呢 简单说这么一句 货币政策永远和经济周期 是相反的 那么也就是说 美股一旦是什么 它进入加息周期了 也正是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经济正在走向 复苏的进程了 它才会加息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先搞清楚 再讨论加息的短期对市场的影响 好 今天微信连累看呢 就到这里 接下来呢 今天既然缩量上去了 是不是短线还能够继续看高一线呢 明天我们操盘又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将进入明日抢线报 好 欢迎回来明日抢线报 首先从上证综合指数看起 它的日线呢 我们看到均线是空头白裂的 缩量阳线重回3300年整数关 MACD呢 空头状态 绿柱缩胆 KTG多头年和后 再次向上 所以说依托五日线 逢低做多 什么叫依托五日线呢 你别给我跌穿了 沿着五日线做多 这可以 一跌穿不行赶紧出来 那所以说仓不能太重 那60分钟我们看一看 均线是纠结的状态 回探之后的再次反弹 你看 拉回来再弹 MACD呢 多头年和后 再次向上开口 KTG三线是个年和状态 回踩做多 参与反弹 那么现在呢 低点打出来了 高点也出来了 拉回来没有破前辞的低点 关键是你这高点 这个打过去 那才构成N字结构 因此呢 现在你还不能说 它已经由下降趋势 改成上升趋势了 这个现在还不能这么讲 因此呢 只能等回踩再做多 那么创意版我们看一看 均线继续收拢 缩量小阳线 并未收复 昨天阳线 阴线的一半 它没有收复 也就没有构成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反包 反包你要把这个阴线一半收掉 MACD 金叉上行 红柱放大 KDG 缓步上行 关注1800点的支撑 轻舱做多 1800不许再破 破了 就不能再参与做多了 那么 它的60分钟呢 均线是纠结状态 空方炮后的两连扬 这是 这是60分钟的空方炮 打出连跌之后 出空方炮 也就是什么呢 空头 再撤退呀 这一点空方炮 在这儿 不能够理解成为 做空的信号 MACD 两线粘合 绿柱缩短 KDG 空头状态 三线收容 不可追涨 打起来追 这不行 必须缝低做 你说缝低做 它不低怎么办呢 如果不拉过来 直接往上攻 放弃 放弃 知道什么 你踏过前四高点 把量也放出来了 那时候 您再可以去追涨 不叫追高 叫追涨 那现在这种情况 又没亮 前面又没过去 这时候千万不能追 即便做 也得拉回来 逢低的做多 好 这就是对于窗一般也好 对于猪瓣也好 对于大票也好 对于小票也好 它的应对策略就在这里 今天的明日显示报 我们就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好 回回来 我们首先进入抽奖的环节 请您看屏幕 停 那恭喜尾号201 这位观众 您将获得飞科电机 提供的精美丽品一份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有看头来了 我们有请唐一哥 从技术分析的角度 帮助我们梳理一下 目前的板块要点 同时欢迎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与我们有看头来了讲师 参与互动 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一哥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有看头来了 我是唐一哥 好久不见了 那最近也是有很多朋友说是通过扫描屏幕下放大维码来跟我互动 说想我之前给大家讲过的这些芯片板块的一个操作方法 那包括有的朋友还提到 最近做反弹 小幅被套了 那有没有解套这些方法和机会 那针对以上这些问题 那首先今天先给大家送到一份福利 那就是免费查询手中个股背后主力资金超级动向的这样一个机会 不过名额有限只有500份 也是先到先得 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先来免费领取来查一查 看看自己手上的个股 接下来还有没有持续反弹的机会 那么这个主力资金怎么用呢 咱们来先看一下第一张PPT 那我们以这支个股为例 我们看到它前面的话是经历了连续的一个下跌 但是在近期的话 首先从形态上形成了这样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一个形态 另外我们看到在圆圈的所画的一个地方 这两根阳线是站上这样一个三角形形态的上沿位置 那这样一个位置是不是代表它能够齐温反弹了呢 最重要的咱们还要再看一下下方的这样一个主力资金的这样一个指标 那我们看到在形成三角形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主力资金是源源不断的在流入啊 那这个就代表着说主力是在打压建仓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大家手中持有的股票就有类似的一个走势 那可以说最近是可以安心拿着等待后续的一个反弹 那同样的一个走势后面走势后面的它的一个情况都一样吗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张PPT 那我们看到同样类似这样一个接近三角形的一个走势 在我所画圆圈的地方还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阳线十字星 那这样的一个个股它后面走势会如何还会上涨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方的一个超级资金 那超级资金已经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幅明显的往外流了 那想想想看大家都知道在这样一个位置可以说它后面往下跌的一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那后面到底怎么走咱们来看一下下面一张PPT 那我们来看到在后面的话它出现了这样一个加速下跌 那像这种形态的话就是提醒到我们 不要看了说今天手中个股还在涨 就可以说就不担心了 我们一定要小心即使说今天还在涨 但如果出现类似的形态 包括主力资金还在持续流出的话 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明天开盘 尤其是出现这种卖点信号的话 那就要抓紧时间卖出 那如果说你还拿捏不准手上个股的一个走势的话 要抓紧时间来免费扫描屏幕下方的微码来免费咨询一下了 那当然在平台上我们也会来为大家分享一些 包括前面如果亏钱了 后面怎么把亏掉钱赚回来的方法 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加入进来 那这个方法怎么做 咱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张PPT 那我们以这支酿酒的一个概念股为例 那首先我们要去选择这种超跌的概念股 那这种股票的话可以说短期来讲安全编辑比较高 那另外从技术走势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先选择这种已经是走出下跌通道的 向我锁化圆圈的地方 突破这样一个下跌通道上沿的 那这种首先是形成的第一个买点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它下面第二点要出现放量 那最后还是也是最重要一点 下方的一个超级资金 要出现这样一个连续大幅的一个流入 那只有符合这样一个可以说综合的一个技术形态 它后面继续进一步反弹 那个概率才会更高 也能够帮我们把之前亏掉的钱再拿回来 那今天的节目先聊到这里 下面时间交换给刘军 好 谢谢一哥 接下来呢小康有个问题啊 就刚才你说了一点 就是说这个时间的关系没法展开 券商你明年还不看好 不 但你听你几天要说完啊 因为现在很多人关注券商 因为什么 金融三件课 就它没涨 首先我量民观点 我和你的观点一致 没关系 这没关系 你是一致的 但是我想请问啊 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还不看好呢 因为今年实际上给投资者最深刻的感受 就是指数的涨跟你手中的个股完全不一样 实际上你既可以理解为结构性行情 也可以研究为就是基本面主导 那么如果从基本面主导的角度来看 2018年 我认为 个人认为 2018年券商的收入来自于三块 第一块自营 第二块投行 第三块经济收入 那么目前来看 我自己感触到的 整体券商行业的佣金 还在往下走 那么有报告认为 就是一旦达到了万分之1.5的话 券商你就可能就是 比如说老生在做股票 就实际上这个营业部已经不赚钱了 那么现在已经毕竟二了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趋势还没缓解 这是很明显的 而且如果2018年延续 我一直提过在公园 2018年很有可能 还是延续2017年这样结构性行情 而且整个以漂亮50 以上这50的涨幅 相较2017年 肯定会大幅减小 那大幅减小以后 实际上主力的做多的板块 也又少了 又少了以后 整个两市的成交金额会减少 那么如果在佣金往下走 成交金额减少的情况 那么很显然券商的经济收入 会相较今年会减少 第二块投行收入 那我个人可以很这样说 明年的2018年的薪股 会相较2017年的整体的薪股 发行的加速 我都可以 我都我不太 贵了 我系 我都可以 其实我都可以 太удak 我又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